我是陳知敬 我來自那個 料理123 平常都會跟師父對菜單啊 幫忙攝影的事情 我生長家庭比較特別 因為我阿公是 我阿嬤是真的是 超Local那種閩南人 我媽又是客家人 我外婆也是客家人 所以我從小吃超多菜系長大 他們煮的就夠雜皮 但是現在這種傳統的那種古早味 太多人都忘記了 但是我覺得那個 傳統和文化的那個精神 應該是要被現在的人記得的 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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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晶,鄧惠文還有陳知敬 他們要做的指定料理是雞 看三位要怎麼樣把雞 做成不同的風味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要三十分鐘計時 開始 知敬是在我們海雪當中呢 他有拿到金鍋鏟的選手喔 就出乎意料的竟然入選 就是覺得很像有點塞丟 嚇死了啦 大家都好厲害喔 從來覺得自己到底是什麼 這個料理的名稱好像很可愛 叫做是什麼 愛的魔力轉圈圈 它算是偏客家創意菜 我再把板條拿去炸 然後切開了它就變口袋冰 我裡面就塞一些 就是一些炒板條會有的料 我挑三種醬 但是這三種醬 是可以搭配那個來吃的 因為我媽是算半個客家人吧 我很喜歡吃客家料理 然後我發現很少人會去 就是宣揚這個客家料理 可是我覺得必須讓大家知道 放點感情炒啦 我很感情啊 很情緒化 你看不出來嗎 有 你不要這樣子 你看前面那個 秘魯太太帶著愛在炒 你帶著什麼在炒 恨吧 菜會變成很苦的味道 對啊 這樣不對啊 我明明就是戀愛的感覺 你現在整個人看起來 有戀愛的感覺嗎 戀愛是很苦的事情 很苦的 我們請愛獎的上來 幫他們關切一下好不好 我好喜歡看他煮菜 我覺得真的很好玩 人家都是拿了什麼金鍋鏟耶 我是金可笑嗎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吃了 吃鏡 我們好想吃喔 對啊 你的容器這個是 你要說明天上班的便當 真的是完全是在家煮飯的感覺 你有最想吃誰的嗎 十號選手跟十一號選手 可以猜得到大概是怎樣的感覺 可是十二號選手的菜 是完全... 對 真的是 不知道是他會煮出來 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就是有一點小期待 十二號在拍你了啦 要下雷雨的這種感覺 對 你現在在炸什麼 翻挑 露露你離他遠一點 我覺得他真的有點兇 因為他現在在炸東西 我有點害怕 我們為了保護愛獎 你先回去坐好 好 好 我傻眼 好 怎麼了等一下 我的鏟子竟然斷了 哇 你的鏟子斷了 你的金鏟子斷了 鏟子 開了囉 金鏟子斷了我的天啊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啦 你是煮粄條耶 你粄條煮到鏟子斷了 我也不知道啊 他應該吸個油吧 謝謝 有點太髒了 對 應該又犯一個水 油脂之類的 他沒有黑啊 那個是香菇啦 啊 你還有八分鐘 剩這樣喔 嗯 你還有八分鐘 你還有八分鐘 好 那我覺得我們 先不要 先不要什麼 聊天 好 等一下 我可以 我要跟你回家 你這個是創意的客家料理 對啊 因為他其實只是嘴巴上 你看你這個 還是很有很有內容的 加油加油喔 誰幫我拍手 人這麼好 韋鐘哥 你的八字夠重 韋鐘哥才幫你拍手喔 他平常不亂幫別人拍手的 真的是謝謝 你拿著幹嘛 原來還有秘密武器拿出來 類似客家擂茶 可是我找不到擂波 只能用青木瓜那種 好 我傻眼 我覺得等一下可能會有 泰式的味道 我覺得我們比較傻眼吧 你要什麼 沒有 沒關係 好 你可以去別的地方 OK 謝謝 再度被趕走 謝謝 最後六十秒囉 Go 不要緊張 裝盤 好厲害喔 Keep working Keep working 他手好抖 對 手都發抖 好緊張 三十秒 五 對啊 他完全就是做的東西 跟講出來的話 還有態度都完全不一樣 對不對 對 倒數十秒 八 七 六 五 三秒後請離手喔 二 一 請離手 完成 謝謝三位美麗的女孩 幫我們製作關於雞的料理 好 我們現在來試吃第三位 資金的作品 第一口會吃到雞腿 那雞腿我是用那個 鹹豬肉那種配方醃 但第一口就是要配雞醬 然後蔬菜我會配一個 俘乳白醬 就很像那一次來吃一個 白醬燉菜那種感覺 第三口就是剩下餅皮的話 我就配一個雷茶美乃滋 開始吃有點苦 可是它味道是甜的 那這樣整個串起來 就是一種連帶的感覺 所以我才會叫 愛的魔力轉圈圈 原來是這樣子 有耶 有心良苦 我轉了一圈耶 覺得 真的嗎 我第一口 它說要照順序的那個橘子美 荊棘優格 荊棘優格 超驚訝 因為看起來就是 這一組應該是 目前我們最難... 應該是最難選的 天啊 真的 要哭了啦 這一段我會錄就是 然後到最後你說的那個雷茶 我是連醬 我都會繼續想要再吃的 要哭了啦 那邊還有剩藥嗎 沒關係 沒關係 來 傑森的表情 他眉頭一皺 澆一點冷水 好 沒有關係 為什麼你選了三個不同的醬料 沒有做決定就是選一樣 所以反正把它有一點搞砸了 我可能會比較 對不起 你要在三十分鐘內 做三個不同層次差別很多 是非常難的 我覺得他厲害的地方 是在這邊 所以Frank我會覺得不可以 對 可是我覺得 大家都知道 他把 蔡講得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 是 很有潛力的 對 一個不知道為什麼來參加比賽 真的假的 那時候會一路過關長將喔 不可能啦 你要小心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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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瓜斯 你們怎麼那麼早 好 對啊 難怪你卻做菜 妳是怎麼了 妳是怕做不乾燥 那妳走就來了 好 不要怕 不要怕 今天的白雪桂花蟹 這是一個古早的一個老台菜 這邊總共有十樣的東西 我們切的絲都要一樣大小的絲 那裡面沒有這種刀空嘛 你們就用刀刨好了 就這樣來切 第二種我們就可以筍子 剝筍子很難嘛 但是我的剝筍子只要一秒鐘 筍子這樣一敲下去 這筍子就可以拋了 一秒鐘就可以 敲下去 這筍子就可以拋了 一秒鐘就可以 把那個筍子拿起來 把這個比較粗的 我們似乎是這樣切 如果你們不餵的時候 你們可以拿順的這樣切 把它削削削削削削成 我們就可以切片 跟我這樣一樣切一樣 我們是用 我們到時候這樣切嘛 那洋蔥一樣 可以差不多一顆 馬蹄三層肉底板 香菇 蔥把它稍微壓一下 再來切 好 我們全部材料都全部切好了 這一道菜裡面有三個蛋 一個是蛋酥 蛋白 炒蛋 還有最重要的主角 刷缸 要把它在桿桿圓裡把它打開 好 就打開了 可以把它做成兩塊 好 接下來 沾一點粉來炸 我們再把這個燙進去 我們為了要它裡面 所有的醬汁都在裡面 所以我們剛炸下去的時候 溫度還不太夠 可以把它拿起來 好像已經差不多有五分熟了 油溫再讓它高一點 把它封住所有的那個甜度在裡面 到170至180再放進去 炸第二次 這樣就會鎖住它的水分在裡面 不會炸起來太乾 肉跟洋蔥可以先下去 洋蔥炒 透明就是它有甜度有出來的 我們把紅蘿蔔 是香菇也放進去炒 炒到你有聞到那個香菇的味道 才可以把其他的材料一起放進去 胡椒一點點 螃蟹餅不會有鹹度 會鹽巴有點鹹掉 第二種蛋 炒蛋 它就有點花花花花的 一小時一小時的 這個是我們俗稱的桂花 炒好的時候我們才可以把我們的 剛才這些料有沒有再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 鎖魚放進去 袋鼠跟這個有沒有放進去 炒好了 我們把材料放在上面 好的時候我們的蛋白有沒有 好好的直接把它剝上去 直接放在蒸籠 我們就一混蛋就好了 來了 他來了 永遠最不爽的陳志靜 對上我們的挑戰踢館選手永帆 這次的台菜指定料理 很難喔 雪白桂花蟹 而且我們的創始人阿發斯 就坐在對面 看著你們 30分鐘有辦法 如實的完成嗎 不是啦 這個你不用回答啦 我現在是要放棄 你這個不用回答 這個是我的一個標誌 對... 你就算完成不了 你也要得完成 這是比賽 你們計時開始 好 我們這個很榮幸邀請到阿發斯 來到我們的現場 阿發斯你好 這個菜是在五六十年前 就開始有了 那時候是在北投九家 這道菜有錢人吃的 是喔 那以前這一道桂花炒蟹 或是炒魚翅 或是炒什麼東西都好 但是它裡面沒有放桂花 就是把蛋把它炒完 炒成一顆一顆黃黃的 紅紅的 那黃黃的顏色跟桂花一樣 是這樣子 如果我知道他們的刀工火候都沒有那麼好 我就不會把這個白血桂花蟹 來做這個呈現 因為白血桂花蟹 可以看出一個廚師的能力 看到它的草工 還可以看到它的炸 還有蒸籠 蒸的時間 拿內容有沒有好 還有它的刀工 因為有十幾樣的東西要切 因為它比較會工夫 所以到現在很多的餐廳都不做了 都不做了 拜託他們兩位喔 幫我們傳承下去 好 謝謝你們 知悸你在幹嘛 殺螃蟹喔 蛤 他做什麼 他做殺螃蟹喔 殺螃蟹 他不想跟別人看到他殺生的過程 所以他躲到角落去 他這樣做是對的 這個在旁邊怕汙染 所以那螃蟹的 它要剪掉的 不要的東西都很髒 所以在旁邊洗是正確的 超崩潰啦 就是平常都煮那種 然後騙家騙家弄懶人料理 然後他這一道就是在那邊 要切細吃 還要在那邊殺螃蟹 然後還在那邊剁螃蟹 炸螃蟹 然後一大堆有的沒的的步驟 我就覺得我又不是專業的 為什麼要這樣折磨我 不要再開那麼難的菜了 謝謝 謝謝 欸 哇 你殺好了 喔 他就回來喔 他拿到的時候 我是盡量不會靠近他 可以用剪刀也沒關係 好 你也可以用剪刀 對 因為你那手還要留著吃飯 沒關係啊 我靠臉吃飯 這樣有點大槍耶 所以這兩位選 這種不同種的螃蟹 是怎麼想法呢 因為我不會殺殺公 就是這樣 就是花蟹對我來說比較好處理 因為我真的是 在我那邊的時候 我是拿殺公給他們殺 結果他們要殺的時候 一打開的時候 已經撥開了 那個腳只要咬他 所以他看到 唉唷 嚇死人了 嚇死人就 他有陰影了 所以他這個 那個 我們那個發現 你只要打開 差不多七分熟了 那個腳已經沒力氣了 這次的力氣比較大 但是我覺得他應該用殺公 因為 殺公好像比較像外型來的那種 然後 他的頭髮今天像 Princess Leia 對啦 他根本沒有想要回答 他沒有要理你的意思 不是 對不起 你會被Star Wars被罵 對 你在 你在 我在炸彈輸 發誓所以你是有點在鬧他們 還是真的這樣做 因為他 等一下打那個蛋白很難打耶 他們也認為很簡單啊 他們說我們會很認真 你現在要 怎麼下不來 來來來 行的啦 我這個人追求就是 不要受傷就好了 致敬聽說你練習的時候去疼到 對啊 你現在還好嗎 還 有點痛 他們手上真的好像都很多傷 都貼了很多貼布啊什麼的 這道菜真的是冒著生命危險 在做的耶 對啊 害怕啦 怕這個炸到 你還好嗎 你還好嗎 我 我聊了一個不該聊的話題 你試著你現在在弄的時候 你露出一點 綻放一點笑容看看 好 沒有關係 你的左手上面那個是刺青嗎 還是 還是小抄 每個人都會吧 好 要看嗎 就寫 不要太鹹 現在也是關鍵15分鐘 我們也一樣請阿發師上來 給兩位同學一點 指點好不好 看不到他的鍋子 但是聞到他的香 那個喔 真的 兩個喔 而且一定是很認真 練習 煮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在樓下的時候我在看喔 以為他們今天可能 兩個都做不來的成品啦 你們也不用試了啦 兩個就直接喔 直接回家了 對 直接淘汰就好了 但是現在 OK嗎 有機會 有機會 我就看到他們好像 忘記了蒸籠是不是 蒸烤箱在旁邊 資金怎麼樣 沒事啦 我忘記切蒜苗了 繼續切 那個砧板下面要騙你的東西 不能滑好 對 因為你那邊有蛋液 因為我看你切菜都力氣滿大的 滿大的都會 整個都會推喔 可以啦 可以再薄一點 因為那個等一下是最後要 要把它撒清氣的 好 謝謝 因為我教他的是切蔥絲啦 蔥絲 蔥絲比較會滑啦 對 火小一點 不然太大的時候炒出來 就不是桂花了 好 可能是蛋片的 油多一點點 一粒一粒的就桂花 所以油再多一點火少一點 炒出來顏色才不會太黑 它上面放了一個 很可愛很可愛的秘密 我記得叫 鮮魚相思 喔 資金 你帶的鮮魚相思 是哪個高人給你指點的呢 沒有 那一天 他們錄完了 大家肚子餓了 我就炒一個鮮魚相思 給他們吃啦 好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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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他自己就買了鮮魚相思 把它加在裡面 真的 真的是天才啦 我說真的是天才 阿法師 你是因為怕他才這樣子 稱讚他嗎 不會啦 我拿刀子拿來比他多年 我拿五四十幾年了 我幫他 也是啦 好 謝謝阿法師 你這邊還需要再看一下嗎 你那個油要 油太多了吧 我全到我重新來掛好不好 蛤 重新來掛好不好 好 加油 大家盡量不要同一時間 稱讚太多永帆 沒關係啦 我連多一都卡不到四百分 你現在要幹嘛 打蛋啊 打蛋 好 你已經要拿去蒸了嗎 對 它的蛋白已經在我們 剛剛聊天的時候 已經弄上去了 真的好快 而且它要抹蛋白的時候 超專業的 對 沒有抹啊 很賞心悅 真的很強 它用手打的跟機器打的 真的 不妨多讓耶 那通常也盡量不要在人家 剛好在機器正在打的時候 講這些話 我錯了 我錯了 爸爸 好 現在它要拿去蒸了 哇 這個蒸烤箱好厲害喔 那這樣蒸 你要大概蒸多久時間 就剛好五分鐘 大概一到兩分鐘 兩分鐘就好了 然後出來就是完成了 對 蛋白已經 靠晨熙囉 抱歉 我手很痛 可能現在無法跟你對彈 沒關係 你可以有自己的節奏 永凡的櫃台 我們已經看起來很爽 都開始被清潔了 他已經開始清潔了 幫下一個選手做準備的那種感覺 對 那個資進把他的蛋白 變成粉紅色的 你加了什麼東西 不是啊 不是啊 我跟你商量一下啦 我有領錢要做事嘛 好 你等一下就會知道啦 不是嗎 好好好 OK 來 都別說 你到底要 對 大家可以來追蹤我IG 我的IG叫辣妹廚房 可能是最後一集了 從頭來打個拳 辣妹廚房 你在找什麼 可能不見啦 蛤 我的東西他不見了 你的東西不見了 還有一分 在這邊啦 Oh my God 墊在下面啦 Sorry啦 沒事啦好不好 沒事 台風過去了那種感覺 你那種找得到我也跟你去 真的 剩不到一分鐘了 可以吧 不OK我也沒關係了啦 不行啦 你一定OK的啦 你又遲到了 真的 我相信你 你也不要滑倒喔 小心 小心 還有25秒 可以啦 好 好 好喔 還有最後的8秒 7秒 6 5 4 3 2 1 完成 我加入了比較多海鮮的食材 像我螃蟹就是用當季的沙公 然後現在吃起來就肉質會比較鮮美這樣子 試吃的時候同時我們也請資金講一下 我這道菜 菜名叫辣台妹 白雪菇要蟹它是很有名的酒家菜 師傅那道菜讓我聯想到的歌曲 是江蕙的傷心酒店 那我的就是 完筒辣台妹 裡面的元素也是來自頑童的歌詞 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八部的哮音 中部的哮音 如果說口音有分北中南 那口味一定有分北中南 那北部的口味 我覺得也是它歌詞 酒色柴氣的台北 我在炒的時候嗆入小米酒 不是米酒 因為小米酒的香氣比較 會不一樣 對 中部的口味就是很有名的辣椒醬 你們知道嗎 東泉辣椒醬 對啦 拌進那個蛋白霜裡面 再加一點九層塔一起去拌 所以那個粉紅色是來自東泉辣椒醬 對 南部的口味是 大家都知道口味就是偏甜 但是我不想讓它死甜 我是想讓它就是甘甜甘甜 我在上面那個松子 我沾一點冬瓜糖 它是不一樣的甜味 然後我最後撒眉粉會讓它回甘 我覺得它的辣 不是說口味要很辣 它可能叫辣 它最火辣的點是我的創意 聽起來很有創意 可是不知道吃起來味道怎麼樣 也不一定啊 說不定也很好吃 那炒的那個香味有出來 但是如果要更好 那個蛋還要再炒酥一點 炒到有看到泡泡 其實兩個今天 兩個都沒有把它泡泡炒出來 不然兩個都做得非常棒 只有這一個兩個的缺點 就是沒有把那個桂花炒香 其他都做得很棒 調味上面當然是個人喜好 但是我覺得那個 最近它的那個 你的梅子粉好像 到後面下手有點重 我覺得你辣跟甜 是很好的組合 但是有點過甜 好 我知道 謝謝 就是我在想 如果今天我在酒家吃到 這一道有了梅粉的桂花蟹的話 我可能也是默默的 就把錢付了 然後下次不敢再來 這家酒家的那種感覺 可是我會覺得很新鮮 就是沒想到說這道菜 竟然還可以這麼做 那至於 永帆 永帆 整個過程都是一個 非常賞心悅目的過程 但它到底能不能夠完成 所謂的桂花蟹的標準 其實我覺得還是 阿發師說了算 但是我今天吃了我覺得 我覺得也不錯 吃起來很開心 吃到這一道菜好像是 不小心點到套餐 因為好像有三道菜在這邊 又有頭苔 又有主食是螃蟹 然後好像來了一個甜點 刀工還需要稍微考慮一下 因為這些不同的 炒在一起的東西的口感 都有一點就是好像不連 因為都是切得不同種的形狀 整體來講是有一點偏油 但是 我覺得你做的東西 每次是好像有一點 有驚喜 所以我每次都會期待 你到底是做出來什麼的東西